终于结束两个半小时的训问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生戴着帽子 由法警护送离开北检 先前才说愿意在20号出席议会调查小组 却率先被检方以被告身份约谈 检方认为他涉犯图利最嫌重大 虽无积压必要 但得限制出境出海限制住居 彭正生透露任内渡根案都是自己签核 唯独金华成案是柯文哲签 因为他自创督根奖励20%给金华成 还让金华成适用督根办法 开后门让容积率暴增 柯文哲秩许的青年的倾向 其实他比其他政党 其他政治人物还要更糟 所有政治人物不敢做的事情 柯文哲的团队都做了 给了金华成20%的督根容积奖励 这是过去郝龙斌所不敢给的 但柯文哲给了 当初金华成向北市府成情 因保障三项权利 两天后柯文哲盖章决行给都发局 四月中盖章通过 让容积率从560%暴增到840% 今年五月钟小平按铃告发图例 过程中警方也约谈都发局 及都更处员工 如今约谈前副市长彭正生 不排除接下来也会约谈柯文哲 我希望检调后续尽快的约谈其他的当事人 包括金华成的主事者 以及柯前市长 同案调查中还有北市科案 是否将园区内T17 18地上权 建租给竞选副手 吴信银家族星光仁寿 更拍板免提投资计划 如今约谈彭正生是目前最高层级 蓝绿预言 接下来要查的人会越来越接近核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